一般人对于农会的总干事的印象 大多是有一点年纪 对于农业相关事务很熟悉 不过呢今天要介绍这一位啊 是桃园市平镇农会 他有一位是银行界出身的女总干事 叶思维 他今年其实才三十出头 当年是因为爸爸希望他替农民做点事 才会离开外商银行的主管职位 回到家乡从头学起 现在呢他深受当地的农民的信任 2 1 请接目 拉开平镇区农会创会 一百周年庆祝活动布幕 站在台上这位看起来像小女生 不过他可是平镇区农会总干事叶思维 介绍起自家产销班生产的有机豌豆苗 头头是道 我们先将我们的豌豆苗 这个豌豆苗呢把它全部打成汁 然后呢混合我们的面粉 再加上水还有盐 就是这四种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化学的物质 令人无法想象 三年多前 72年次的叶思维 还在外商银行担任主管 工作内容和农会完全搭不上边 不过为了帮助农民 他时常主动团购 团购农产品 后来因为父亲的一句话 他决定离开舒适圈 其实说照顾说真的 这些都是很广义的范围 你要怎么去照顾它 鼓励他们生产 你要有后路 要有后面 要给他们后援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上任之后呢 也是将我们本会这边呢 打造一个那个产销的平台 对 那我现在除了就是 我本会这边要做一个 就是让小农 在地小农可以摆摊设置的地方之外呢 我这边 我会在每一个分部 尤其我们北市这边呢 也会扩大 要做 预计要做一个四十几平的空间 去让我们 不管是家政班的妈妈 然后还有说 我们这地小农啊 都可以让他们的商品 商品有陈列的空间 72年次的叶诗尾 原本是银行乡里 家里四代务农 小时候也曾帮忙下田 大学资讯系毕业后 进入银行界 从基层柜台做起 待了五年后 为了照顾农民 他毅然决然回老家 2013年 在父亲的协助下 获聘第十七届 平正区农会总干事 当时刚满三十岁的他 写下全县基层农会 最年轻总干事的记录 我是不是真的回来 可以为我们的农民 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 那后来我父亲 我就问我父亲说 我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我父亲只告诉我两件事情 第一个照顾农民 第二个照顾同事 对 那当然我进入农会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说照顾 说真的 这些都是很广义的范围 叶思伟回想起 刚接农会总干事时 大胆改革真是所谓 出生之独不畏虎 还好身边同事都是贵人 每一位年之都比自己的年龄 还要大 他的跟外商银行 他的竞争比较竞争 所以说我们的总干事 他的比较年轻化 比较有冲劲 很多事情都要讲速度 十七届他上任之后 我们有预期放管是有6.8的预防 他经过他去打消贷账 以及积极的催收 拖弃一些人情的压力之下 把一些预防就收回来的 现在打到最低 才能打到0.3 把在银行做事的专业 运用到农会管理上 还订定目标 要求达成 不过从小就接触农民的叶思伟 也没忘记 在这样的环境里 更要懂得和农民拨甘情 因为他有自由去检测 我们就会比较方便 我现在要走啊 真的好 那你请他送来 帮他检测 就终关他上任这样子下来的时候 也提出了很多 异于以往一些 创新的一些做法跟想法 让我们感觉到其实农业 它充满了活力 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面向可以呈现 除了照顾农民 叶思伟也加入新思伟 他还推广小朋友食农教育 让学童从小接触农业 对农业的态度友善杂根 往下面捡一点 手不要那么快出去 蚂蚁大吃的 叶思伟打破农会 三巨头都是男性出任的传统 这位七年级生走出银行进入农会 成为农民的守护者 和新农业的推手 期许翻转平正农会 有崭新的面貌 什么瓜 明镜新闻耐国宾 桃园报导 订党